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上个月甜蜜嫁给初恋男友的港亲莫文卫 12月18号将回到香港补办结婚派对 宴请她的亲朋好友 而之前她在意大利举行婚礼的时候就透露了 她最开心的就是按照中式传统行礼 包括上头等等传统结婚仪式 感觉棒极了 新婚的Karen莫文卫 星期一在香港出席一个颁奖活动 大会安排一名中英混血男孩 想Karen送红玫瑰人造堂和线文 令她开心不已 她透露下月将补办结婚派对 洗帖都印了200张 心情比筹备演唱会还要紧张 因为之前意大利的那一次就很小型嘛 所以很多这边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机会去 所以这次来就是在香港就特别要再搞一次 可是现在开始列那个名单就 哇好多人要请啊 对所以所以也开始有点头痛 Karen还开心分享上月在意大利举行婚礼的细节 最开心的就是举行中式婚礼部分 如侦查上头等 她特别推荐的就是上头仪式 可以找一个你的亲戚或者朋友 她是她来给你就书头这样子 然后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可是好像就让你就真的把自己准备好 我明天就要嫁出去了这样子 所以那个心情特别的棒 Karen这次在香港逗留六个星期 今年的圣诞会陪先生的家人在欧洲度过 同场出席的还有新婚的陈贝尔 准备结婚的范振峰和李思新 以及梁慧恩等 新唐人记者谭倩恒 梁珍在香港报道